昨天才稍稍回暖 不过今天又变天了 因为入冬以来的第一波寒流暴道 气温是明显的下降了 北部地区今天气温是下炭到10度 那么这气温一路还会冷到礼拜五 而且礼拜六又会有新波的冷气团 所以未来一周气温起伏变化大 拿着暖暖包传着大衣取暖 入冬以来首波寒流暴道 宇宙明显感到温度变冷 气象局表示北部低温下炭10度 一起床的时候感觉你好像冰库棉被都没有用 一起床就开始冷 对然后走在路上也还蛮冷的 那这波寒流围力最强的时候呢 预估是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那明天晚上到后天清晨呢 最低气温也可能会出现10到11度左右 气象局指出寒流低温将一路影响到周四 北台湾局部则会有短暂雨的出现 中午冷气团南下后 各地大多为多云道起的天气 那在白天呢 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 还有一些些许的水气 会有短暂雨出现 不过在下半天之后 当比较强比较干的冷空气南下之后呢 下半天到晚上呢 雨势会慢慢的趋缓 除了低温 台湾沿海将有9到10机的强震风 在海边活动的民众要特别注意安全 新唐人亚太电视 胡中翰 战友 台湾台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